你告诉我,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想知道我大女儿的将来的潜能 不要加将来两个字,就是潜能 潜能,潜能的是不变的 潜能是不变的,就是人的本气相当一点 你说将来的话,就好像把那个潜能给否定掉了 潜能,所以说只能是 两个潜能,我接下来就把我看里面的潜能 我看到一个人,好像身体很柔软的 这不是体操,那叫什么? 类似体操,但没有体操 那个动作叫,也不是运动员,也不是 也不是那个叫 也不叫体操,但有点像体操啊 因为体操,运动员不是有动作 是往前滚什么之类的吗? 但是我眼睛看到是,好像是这样,撑面的呢 是在撑面的,而不是往前滚的那种 跳,跳舞 也不像跳舞 你知道吧 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我们看一下 好像那个 那是这样的动作呢 软绵绵的动作呢,应该来说 软绵绵的往,往,两侧这样的 反正我们现在不知道,我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好像这个,这个很适合 这个很适合 但不是那个翻跟斗的那种 往前翻跟斗的那种动作 这个是个出来的动作啊 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 不是往前的呢 而是往侧面的呢 你这往前是什么吧 往前是踩高桥 往前是踩高桥 往前放回的 所以呢 那个前辈啊 很不希望他继续干 那个踩高桥的动作 踩高桥的动作很硬的 很生硬的 所以他很希望他做那个很柔软的 那个动作,看到吧 所以说我一上尾的时刻就是说 肚子很柔软 而且是能尽可能把两边伸展 伸展 那两边伸展,而不是往前 往前的话就是那个踩高桥 又是很生硬的动作 对他,对前辈来说 身无痛结 他身无痛结那个 那个动作 身无痛结那个动作 因为那个动作对他的回忆啊 都是一个痛苦 都是一个痛苦 所以呢,他要做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动作的话呢 那个前辈就一直在保佑他 那这个动作代表了什么? 我们慢慢看下去 我们慢慢看下去才知道 这个 现在我今天又有更多的一个理解啊 因为本来就是潜能嘛 发现潜能的时候 原来是那个 前辈啊 有富裕了他一个理想在里边 明白意思吧? 其中有前辈富裕了他的理想在里边 而前辈呢不希望 他曾经的那个灾难 他曾经遇到的不幸 再在后辈出现 所以呢,前辈呢很不希望 那后辈啊 继续干他那一摊子的事情 我们慢慢把这里边 分解开了以后 就慢慢就知道了 那你现在就是说 你把明白的事情 从他的前辈先沟通一下子 看看他们对他有什么想法 到目前为止 应该知道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我解释了一个 对吧 这个 不要做那种激烈的 或者特别逞强的事情 不不不不不 也还不是这样的结论 也就是说 首先 潜能 我们以前的理解 是以身寄来的能力 按照我们以前的理解的话 潜能是我们以身寄来的能力 但这个以身寄来的能力 到处来自于哪里呢? 以前我们也没有更深的想过这个事 但是 刚才我林牌过程突然发现了一个 潜能当中 至少包含着前辈的希望 和前辈的妙望在里面 比如说前辈曾经 遇到灾难性的事情 或者遇到不幸的事情 他希望后来尽量避免 尽一切可能的避开他 那么 前辈希望他做的事情 希望他做的事情 那么 这就是他的潜能 如果前辈不希望他做的事情 那就是说 付钱 付钱 付钱的意思 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 永远做不好的意思 前辈在里面会帮到吗? 会 这是从我林牌当中 到目前为止 我刚才接收到的信息 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说我现在明白了 我女儿适合那种柔性的动作 我现在明白了 我女儿适合那种柔性的动作 而不适合那些甘性的动作 不适合那些甘性的动作 甘性的动作 就是说 对抗性的 这么说来 我又发现了一条 表面上看起来 你女儿不是在辩论吗? 辩论就是一个甘性的动作 对抗去 是对抗 想起来的吧? 辩论的话 辩论的话是对抗 但这个对抗 就是你这段时间练习就还可以 但不能作为一个责业 如果这个作为一个责业的时候 她的前辈会保留他 我们现在慢慢慢慢帮那个前辈 直接说起来 前辈有可能会挖去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先不管他 看 甚至跟着他的事 你说 我现在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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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不适合那些对抗性的事情 我女儿不适合那些对抗性的事情 适合那些柔然性的事情 嗯 那么 现在目前出现的那个前面的主要是以前发现的那个踩钩车的那个 所以踩钩车是一个 是一个抵抗性的 包括从自己的体积在对抗 要挑战极限的 从自己的体积在对抗 要挑战极限 另外一个好好的路步骤 不要站着高速带走 就是从 尝试在对抗 这就是对抗性的 他吃了很多苦啊 所以呢 就不希望后辈也继续干这样的 所以呢 希望那个 那个柔性的 柔性的事情 所以首先一条 他摸出来一条 告诉一条 你女儿不适合当力士 知道吧 如果 医院当时当力士的话 就是那个前辈 不会保佑他 力士就是同人家 哎 哎 哎呀 没没没没 你先没关系 搞明白 搞明白以后 我们在四个度的时候再说 因为有的事情呢 他可能在说 有的人没在说 但你自己明白 哪个应该 哪个不应该 直接前辈传过来了 我现在发现 当然 到目前为止 看到了 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来源 不适合当力士 啊 那是 前面为击败对方 就得看信 但是适合做那些 帮助人的事情 帮助人的事情呢 包括那个 医疗服务之类的 包括那个医疗服务 反正服务内的 这个服务内是直接帮人家的 而不是拐了一刀弯在帮人家 虽然你也是在帮人 但是拐了一刀弯 其中一个过程是对抗的 反正你记住了一个对抗性的动作 有关的 对抗性的动作有关的 强硬性的 刚性的有关的 不适合它 是这个柔性的 是个柔性的 直接自闻的 直接帮助人的 现在脑子里进去没有 你要进到脑子里 进去了以后 实际上我把前辈的话传给你们 他进去了以后 他才会进入下一个环节 他现在他要听你再讲 是不是理解上 真的理解了 他还不是在描述有问题 他也叫你描述一遍 不是我叫你 希望我女儿以后不要做那种对抗性的工作 要做那些柔性的工作 对柔性 他一定强调是那个柔性的 你看看我现在这个东西很柔软的那干了 而且你反正记住这个动作 因为有的时候它是用动作来表示的 没有用你表示 所以你记好了 是这样的动作 这样柔性的动作 而不是在帮前场的那个动作 所以目前来说呢 有几个事情 一个地盘人变得对他很累 虽然他看起来很成功吧 就把人身体很累 因为他一个人在努力 但是前面没在帮他 这是一个啊 因为那个长毛对他来说 也累 也在抵抗 从自己的体能在抵抗 也累 这么说来还是那个主题 因为你说他看着他也累嘛 总是累总是累嘛 好像这个原因在这里也有一部分原因 老三进去没有这句话 进去了 进去了是吧 因为我 因为大人还能做什么 对 他一步一步 不是说直接 是不是 他还看你这个计算的过程 是不是 那个前面把信息都传过来了 现在我就发现 有个源头在 记住了是吧 然后那个 然后还有个事情啊 那个那个圆地啊 烙摊子的事情 他说不要做 烙摊子啊 这个不是干同样的事情 他不要做 那不就不要过月子 哎不不不不你先不要 不要马上加等头上去 比如是当老师啊 当大二老师呢 他不稍微啊 当那个 比如说小学老师 一年自己教同教教材的 那不稍微啊 为什么呢 他一年 一年自己就是在那个 同一个那个地方 在这盾圈子 就是在抬高桥嘛 一直在抬高桥啊 对他来说恨偷的 他只是为了生活 所以恨偷的 所以呢 他希望是要手就走在这些 就永远不回头的 比如说同样教课 教课 教课程 这么教完以后 就不会再教到他的课程 比如说 也宁愿去教一些培训班之类的 今天教这个课程 明天就教这个课程 不是固定教同一个课程的 但那个时候 有些 表面上看起来 有些畅信在里面 实际上是叫了 不要在里面 同一个圈子里面再走 也就是说 在同一个圈子里面 就采购出那个人 一直在那个场景 他没办法没了 什么 对他那时候还吃了 这个是生物痛极啊 他就把他的人生的那个 经典就化成 分解成 现在的行动当中 就分解开 相当于这样 好 那么 就教课 讲得作为卢国祖老师的话 教同种过程 永远就这么一个过程 是吧 就不太适合 大概行明白了吧 好 嗯 嗯 嗯 那他又没出来一个 什么也不干 也好 什么也不干 也好 也好 单身成功老公就不好 这些话 我只能说表达他的那个人的愿望 只能我只是说表达他的愿望 然后再慢慢分析他的感觉 再看他的到底什么意思 嗯 他说那里 永远不干活 也不要重复 重复一个劳动 重复一件事情 那么 那么这么一来就是他的工作当中吧 就是不是重复劳动比较好 不是重复的 不是重复的 比较好 反正技术上不是重复的比较好 不是重复的比较好 你也就反正强调到这个 不是重复的就好 就可以加的 比较好 这样也可以 反正他只要对他听到了 不是重复的比较好 对 不是重复的比较好 不是重复的比较好 对 不是重复的比较好 不是重复的比较好 好像最多就这么几条 我现在看了一下他的潜能里面 这个潜能里面就是没有像其他人前世代什么东西 一个潜能在那边 而是前辈传了消息叫他拿起事情 最好不要做 就是他的前辈的一个叫什么呢 人生应该是人生的经验吧 他认为比较负面的他就不喜欢 希望后会不要去做 大概这样好像没有更多的东西 这个顾客我发录像给你慢慢琢磨 他谈的话就这些 不像人家外星人他有钱是把能力告诉你的 他这个影响是受前辈的影响大 他前世带来什么东西 我们这边是好几个前辈呢 这边是前辈 关键是最关键就是这个 其他人没跟他 是这个意思 我想象中应该是他前世带来的什么能力 或者以前干过什么能力 反正前世带来的 我想象的是 没想到是对他来说 是前辈影响最大 而前辈是生活比较艰难的那个前辈影响最大 那么也就是说 你顺着他的想法去住呢 他就不会 至少不会捣乱这样 用这个词吧 捣乱这个词吧 但是假如说你不按他的去住呢 有时候他就是一老虎以后就捣乱了 所以他不再害他 他希望他生活过得更好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就这样的 我知道这个以后就慢慢 慢慢慢慢 我爸得到了消息 你先慢慢慢慢 抖抖抖 那我 那我关机了啊 这边啊 好